二人见方辰等人追来 并未太过惊讶 像是几经预料到了 我就知道 第一关绝对是出了什么问题 以方兄的实力和天赋 又岂会只有那点成绩 东方不凡道 能够闹出这么多事的 又真岂会简单 初杰星也含笑道 那是 方辰并未回答 一旁火小儿反而是嘚瑟上了 似乎他们说的不是方辰 而是他自己 他继续道 你们两个家伙实力倒是不错 但和方兄相比 还是差了一些 可要继续努力啊 此刻他一副指导他人的模样 不知有多欠走 火兄说的对 二人倒是对此不以为意 毕竟火小儿 确实是有指教他们的实力 但这并不代表 他们觉得自己差到哪里去 哪怕是面对方星空 他们也有自信击败对方 这就是来自人族顶尖天骄的自信 东方不凡望着方辰 道 如果有机会 我还真想和方兄比试比试 初杰星也道 我也是 方辰微微一笑 道 能与二位一战 是方某的荣幸 他自然也想和人族的顶尖天骄 一战高下 看看彼此的差距到底在哪 实力如何 他们谈话并没有持续太久 很快方辰便首接超过二人继续前进 望着方辰和火小儿 都不受影响的样子 东方不凡不禁敬佩道 方兄真是了德 初杰星道是神色平静 并未因为被超越 觉得自己不如人 他道 方师兄只有两种传承 我们足足从几千当中 选择两百种传承 自然是要慢些 而且 快并不能代表一切 在这里比的是谁走得远 东方不凡不可置否的点头 他们都不会因为一关的失利受到影响 能够走到他们这一步的 可不是养尊处优之辈 不过 你觉得这第二关 最终谁会敌 东方不凡问 这还用想 当然是方星空 方辰尽管妖孽 又只有两种传承 不过相较于方星空 还是要逊色不少 毕竟二者天赋摆在那里 实力境界也摆在那 如果方辰修为 也是宗师境九重 或许还够看 可惜他并不是 年龄比方星空要大 修为要比方星空要弱 不管怎么看 方辰都不是其对手 只是踏脚十霸 方辰和火小儿 则是继续前进 只不过走到这后 就连火小儿 也是隐隐有些支撑不住 步伐开始变慢 他苦笑一声 道 看来选择太多的传承机缘 也并不是什么好事 方辰问 火兄选择了多少 火小儿挠头有些不好意思 其实也不多 就二百五十种 文言方辰脸一黑 他人正常情况下 选择都只会在十种传承左右 前进的道路就会越发困难 这也是他为何能走那么快 其他人不感到意外的原因 毕竟只有两种走得比他们快 实在是太正常不过 但火小儿 却是足足选择二百五十种 若非有他的青天悬眼 只怕他都得跟在东方步凡 和初节星的后面 方兄 俺只能陪你到这里了 接下来就靠你自己 一定要拿到第一 让那个方星空好看 火小儿道 方辰点头 放心 会的 这第一他志在必得 神魔残篇对他十分重要 他微微一笑 带着金蛋继续向前 一人一兽 似乎是在平地上走一样 速度非但没有降法 而是越来越快 见此一幕 火小儿呆愣在原地 满脸愕然 此刻他 这才意识到 方言都是特意解慢速度等他们 此刻才是他真正的速度 而这也不是他的极限 是走路速度的极限 明明只得到两个传承认可的原因 但我咋感觉 这逼被他给装上了 火小儿忍不住道 只怕他刚刚随便鼓励的话 真要让方辰成功做到了 但他哪里知道 方辰得到的传承认可 甚比一万种传承 他可要比他人更难 却是因为自身过于妖孽 悟性太强 才让他显得如此的轻松惬意 继续往前 没有多久 便看到一道桥影 当见到对方时 方辰脚步微微一顿 因为这道身影 他十分熟悉 正是梦妖 似乎是察觉到方辰的到来 梦妖转头望来 那回眸一望 触动他的道心 但他明白 眼前之人并非真正梦妖 而是梦家老祖 见识方辰 梦妖展颜一笑 风情万种 你来了 我就知道 你绝对会追上来的 那妖妹一笑 更是让人感到惊心动魄 不过方辰很快就冷静下来 并未回答他的话 而是继续向前 打算手接超过对方 和这种老怪物说话 吃亏的永远都是自己 他并不想要进入 对方圈套当中 见方辰不理会自己 梦妖也并不恼弄 笑容也是越发妖艳 怎么 在外面有了其他女人 现在连正妻 瞧上一眼的兴趣都没有了 梦妖委屈般地说道 方辰眉毛一挑 还是没有理会 哎呀 梦妖突然交喘一声 坐倒在地 方辰下意识 想要跑过去扶 好在立刻反应过来 并没有违背规矩 这让他面带怒意 差点就上了对方的当 梦妖却是坐倒在地 将自己白雪的长腿 微微露出 柳眉微皱 脸淡几分红韵 见此一幕 方辰眉头一皱 问 你怎么了 嗯 梦妖娇哼一声 我终于肢体失控了 快过来扶我 我需要你 方辰闻眼脸色一沉 很明显 对方知道自己 与梦妖的一切 用这方式调侃自己 至于纵欲之体 当梦妖被夺射时 磁体几经 转化为了灵体 对梦妖只有好处 没有任何坏处 甚至不比 她的神魔剑体要弱 哼 她冷哼一声 手接转头就走 梦妖见此 也就不再继续装了 笑道 就这么走了 不来扶眼吗 方辰没有理会 手接离开 梦妖面带笑容 望着方辰逐渐远去 小家伙 你是逃不出我手掌心的 看似在调戏方辰 实则是在测试 看其能够掌控在手中 很明显 只要有梦妖在手 那方辰就会乖乖就范 但她哪里知道 方辰也知她 想要看的是什么 哼 想要控制我 那我就如你所愿 我会让你对我彻底放心的 梦妖我也必须就回来 她心中暗道 继续向前 而超过梦妖 面前也仅剩下一人 正是方星空 她速度 要比第二的梦妖要快上一倍 当然这是梦家老祖留守 不想表现得太过耀眼 不然容易引来他人怀疑 此刻她神色淡定从容 丝毫没有因为 这里的阻力更重 而有丝毫影响和压力 似乎这第一 几经是手道擒来 果然 都是一群废物 连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她从容之中 带有几分得意 感觉自己 在人静当中 几世无敌 日后争顶之战 自己也必定会是关键因素 谁都抢不走她的光芒 也是时候 将目光放到顶域那些 绝顶天骄身上去了 不知道顶域那些天骄 够不够自己打 芳心空遥望远方 此刻感觉自己 几经和人静天骄 不在一个层次 只有那些顶域的大族天骄 才值得自己注意 至于芳臣 漂亮小丑罢了 此刻她觉得 之前确实是有些愚蠢 居然降低自己身份 和这种货色一战 哼哼 不过抢我前往 独尊天宗的位置 芳臣 还有那个法 你们都得死 还有独尊天宗 我会让你们 后悔自己的选择 她十分记仇 自然是不会将 当初的耻辱忘记 或许没选上 对于他人来说 只是遗憾 但对于她而言 却是耻辱 这是她无法容忍的 突然前面眼前一亮 千丈之外 一道伟岸 而又巨大的门 出现在她的眼中 很明显 那是第二关的终点 终于是到了 她大喜不及 尽管从容 但到这里 也是汗如雨下 虽未到极限 但也不能有任何松懈 没办法 她从进西迁当中 选择的传承 足足有三百道 能够一手一保持 第一的速度 稳步向前几近是极限了 她嘴角微微上扬 奥义更胜 只怕后面 别人连个影子 都看不到吧 说完 她下意识地往后望去 但下一刻 她得意的笑容 却是僵硬住了 只见后方一人 以诡异的脚步 迅速向着这里靠近来 在她身后 还跟着一头妖兽 因为妖兽不是参与人 所以这里 并不会对她有任何影响 当然 规矩依旧得守 否则还是死 而之所以让方星空 用诡异来形容 因为对方像是用走 却又不是 她用的是大跨步 每一步都能跨出一丈之远 这几近不是用走 而是得用跳了 但很明显 这在规则之内 否则的话 她早就被淘汰了 仅仅几十步 她便几近逐渐逼 呆愣住的方星空 而方星空 也在此刻反应过来 同时也看清来者是谁 那除了方辰 还能是谁 是你 你居然追上来了 方星空错愕地望着她 她千想万想 也没想到方辰会追上来 更没想到 她会是以这般的 诡异的走路方式过来 方辰自然也是 注意到方星空 疑惑道 你停在这里干嘛 等我吗 方星空怒道 谁等你这个杂种啊 说完 她也不再逗留 立刻向前走去 打算夺下这第一再说 但她又岂是得到天命 轮回传承完美认可的 方辰对手 很快领先的数千丈距离 就被缩短只剩百丈 而离终点 还有五百丈距离 除非她是用跑的 否则这第一方辰 无庸置疑了 可是用跑 那她会被手接淘汰 何况现在的速度 几经是她极限了 想要更快 压根就不可能 该死 见方辰逐渐逼近 方星空脸色越发难看 她转头望去 却是发现 方辰几经在她身侧 见此一幕 她恶狠狠地说道 不准赢我 否则我杀你 方辰对她翻了一个白眼 道 真是个心胸狭隘的家伙 行吧 这第一对我来说也无所谓 给你也就给你 说完 她停下了脚步 方星空一愣 随即一喜 没想到方辰 居然被她随意的威胁 给吓到了 这让她面露得意 心中则是冷笑 按道 现在求饶几经晚了 不管你让不让 都要死 就在她想要说句 算你识相嘲讽方辰时 方辰猛然又走到了她的身侧 细血地望着她 并道 我又回来了 你干嘛 方星空大怒 方辰耸肩道 很明显 我是在耍你 你 方星空暴怒不及 从出生以来 她还从未受到如此的羞辱 若非理智不断告诉她 不能动手 否则她都想要将方辰大卸八块 碎尸万段 你给我站住 你真不想活了吗 方星空还想继续威胁方辰 但方辰懒得和她打嘴皮子 继续向着终点去 见此 方星空急了 她这辈子只拿第一 可从未屈居第二股 你若是敢第一个抵达 不仅你要死 你身边的人都要死 包括陈门 此话一出 方辰的脚步一顿 方星空见她停下脚步 冷笑连连 果然她的话起作用了 可当方辰转头望来 她的冷笑瞬间凝固 只见方辰如同入魔般 双眸血红魔气冲天 满脸冷霜 我敢保证 你若是动其他人一下 我让你们方家所有人陪葬 她声音冰冷刺骨 让方星空可以肯定她 绝对做得出来这种事情 但她也不是被吓大的 冷笑道 灭我方家 就平民 不幸可以试试 或不及身边人的道理你不懂 那身边人威胁他人 你也配做所谓的人族第一天才 方辰神色依旧冰冷 方星空冷笑道 呵呵 那也得看是不是人 很明显 你在我眼中不是人 是蝼蚁 捏死你 不需要任何道义 方辰死死盯着她 方星空自然是毫不畏惧与其对视 片刻之后 方辰转过头 我劝你 最好别做愚蠢之事 否则你会有后悔的一天 说完 她不再理会方星空 继续向前 但很明显 方星空并未将她的话听到耳中 冷笑连连 后悔 我方星空做事 从不会有后悔二字 我倒是要看看 你怎么能让我后悔 说到这里 她满脸阴森 方辰必须死 跟着她的人也要死